揭秘首女雨水之环的七大秘书 由于啪啪啪的经验不足 许多的女性结婚多年 却依然享受不到啪啪啪带来的美妙感受 女性想要摆脱爱的冷淡 就要学会享受激情 第一点就是说出自己的性需求 爱爱不是一味的为了满足男人 女人有权提出要求 有调查60%以上的男人 会将爱爱时的需求直接的去说出来 而只有不到30%的女性能够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在两性的关系中 男性更希望对方直白的说出自己的需求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当男人发现自己的动作 能够给女人带来快乐的时候 她就会觉得很满足 第二点就是多一些爱爱的幻想 和老公啪啪啪的时候呢 你要想得某一个男明星 那你就别担心 这就不代表你已经发生了外遇了 相反的丰富的想象 能够给爱爱带来动力和刺激的 幻想中发生的事情完全就不必担心 她是真的想象你的爱爱的对象 想象啪啪啪时的场景以及细节都能够让女性获得一个快感 第三点就是不要假装达到了顶峰 为了肯定男人的努力 很多的女性就会用夸张的表情和声音来伪装 这从长远来说很不科学的 如果没有感到快乐 却要假装非常的舒服 会让男性下一次继续重复错误的动作 等他习惯这样了 你再让他改变 男人就会受到打击了 第四点就是尝试自我慰藉 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你自己 自己安慰能够帮助女性深入的了解自己的身体 在获得舒玛的同时呢 能够激发男性的欲望 同时呢还能够帮助你引导对方 用最恰当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自己安慰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一定就能够达到舒玛触电般的感觉 第五点就是了解对方的身体了 每个人对爱的喜好和感受 他都是不相同的 尤其是男人 要想知道他的喜好呢 得细心的去观察 你爱抚他的哪个位置的时候 他会呼吸急促 你怎么去亲吻他的时候呢 他就会发生轻轻的森严收 什么时候他得用力的抱紧你 想要有进一步的行动 观察几次你就能够了解他了 相互的配合也就天衣无缝 第六点就是喜爱自己的身体 十个女人九个都会觉得自己胖 赤裸相见 女人很容易担心自己的身材和皮肤 其实男人乐于和你上床 一定是因为你吸引了他 所以我们女人一定要自信一点 让他爱你的前提 你首先就要喜欢自己 第七点就是不要一成不变的 如果爱爱的方式一成不变 即使每次都能够达到一个顶点 也会觉得索然无味的 尝试呢 提出换一些知识 用点玩具啊 那他一定会为你的改变 而惊喜到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 下期再见